Hello,大家好,我是雪糕仔 今次回到三國志戰略版S15賽季 而今次這條片要講的是我給一個低紅的隊伍打爆的戰報分享 回到來了,對面低紅的隊伍就是溫厚公 他是以錦帆軍做兵種,武風陣來做一個戰法配搭 帶上飛弓,草船,雙奶技,然後加上呂布的強力輸出 遵用異烈,配上暴雷,一共殺敵超過一萬兵 好,看看我們這邊,關羽和SB松祖的狀態還是很好的 可惜的是程譜被對方爆了頭,我們看看他的特技 一共只打了五回合,看看對面是否裝備非常好 好,我們看看,許游是帶沉重,跟著祈禱,護主,呂布,翼倫,無雙,踩踏 左詞是妖氣,明朗,忠誠和紅之 不果不失的,都不錯的 好,我們就看看對面的戰法 許游方面,對面竟然戰法都沒有滿 還有,凡君7級,草船7級,我先聲明一下,我那邊戰法是全部滿級的 對面呂布,忠勇和暴雷都是7級、8級 最後左詞6級、8級,戰法未滿,低紅度 打爆我,一定要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嘗試做這個溫喉弓出去打打 因為目前這個SP關羽都比較多 那你們看看是否真的這一隊可以屌打SP關羽 幫幫忙留一留言告訴我 好,另外我們先看看他的兵書 許游,兵書方面 飾兵、防備、守勢 呂布,兵書是昏儀、白箭、掩虛 最後,左詞 兵書是用緩旗必攻、散仙和勵軍 好,那最後加點方面 我亦都問過許,他說戰報可以出名 還有,他的隊伍加點沒什麼特別 許游,傳統術、呂布、傳武力、左詞、全智力 那我們最後都感謝夜鬼神來了的夜女伯的戰報分享 那這次的影片差不多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看多點關於SP關羽的戰報 打爆人也好,被人打爆也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有玩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直播或者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